由于池香农会所办理的2021年全国制查竞赛 日前在查改场于池分场进行 这次的比赛从采摘开始不但非常特别 主办单位也希望就有这样的方式来提升查农制查技术 我们于池香农会办理2021年全国制查竞赛 那我们今年的比赛也蛮特别 因为是全国赛 所以北从台北到屏东到台东 都有人员来这边参与我们比赛 总共有30多位 那我们这次参赛主要比较特殊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由采摘开始做比赛的评比 那我们这次采摘主要的重量是以800到1000克之间去做制程 然后明天才去做整个茶叶的评比 然后我们里面会包含采摘的课数 超过或者是过少都会做扣分 然后包含这个以外 还有制查中间的所有的过程流程 都会列入评比的计算里面 而除了竞赛外 这次也有安排许多的课程 希望除了比赛外 也能够让茶农互相交流 让热坛的红茶香能够飘向全台湾 我们对采摘开始 参赛自己来办 所以说这要有两天一夜这个流程 当然我们地方不是只有叫人来坐地而已 我们也有安排到我们的课程 就是现在的一些 那个TAC 就是我们的风卫轮的课程 还是说我们茶园管理的课程 我们希望我们全台湾各地来的茶农 不是只有来自茶 而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也借由这样子 让茶农之间互相交流 让我们的日月坛的红茶香 可以飘向全台湾 先议员王球署感谢主办单位办理竞赛的用心 从采摘 发酵 揉碾 都是由选手一条的完成 也期待基游竞赛来提升自茶水准 全国的一个自茶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流程 从我们的采茶开始 以及我们的尾雕流程 一连串的一个自茶的一个流程 大家来互相来学习来切磋 看看我们每个地方所做的一个 他们的技术会有不同 而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比赛 大家能够来互相来学习 来观摩 让我们的茶的品质会好还要更好 在比赛中 从采摘 揉碾 发酵 都是由选手一手包办 也期望透过竞赛 能够让茶农人互相交流学习 共同提升彼此的自茶技术 记者邱平易 于此采访报导